有關的守則或者指引也好 我們必須要平衡幾件事 一個是媽媽的知情權或者一個資訊 第二個就是都能夠鼓勵媽媽去衛部母語 另一個就是社會現實的情況 如果你說去到三十幾個月 我覺得比較長了些 令到可能很大部分的奶粉商 他們是沒有興趣去參與你這個自願性的守則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實際些 第一,我們應該是將期縮短些 去回一個實際情況 半年或者十二個月 第二,立法 這樣才能夠令到大家都去參與 否則你一開始就三年三十幾個月 令到大家的參與意欲相當之低 第二,我亦都覺得知情權是很重要的 有部分的小朋友是未報不到母語的 有可能是媽媽本身身為有難度 第二個是可能我寶寶 飲母乳都會有乳糖敏感的問題 所以是會有一些實際情況 他們需要知道哪些奶粉是有特別低乳糖的成分 所以我覺得知情權亦都需要在這裏 所以我想問一下局長 會不會考慮一下 將那個期去實際些縮短 令到大家都可以參與 尤其是一號仔奶粉 是去回六個月,跟著立法 這個政府會不會考慮 關於36個月和那個期的時間 一方面我們看回國際的進展 世界衛生組織在去年 亦都很清晰地寫了要36個月 但是全世界都好像沒有哪個國家是跟世衛的 即是不是我們就是必須要跟世衛 但是其他國家沒有人跟 即是我們去回一個實際些的情況 就是令到大家都願意去跟 就不要制定一個指引出來 大家都不肯跟的 其實沒有意思 陳議員有個一號仔奶粉 你可不可以減六個月 你還未回答他 衛生署做的調查研究 其實顯示香港的所謂的大仔 其實他們是飲奶粉過多 也都是吃蔬菜水果穀類的 是不夠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如果 除了母乳胃部之外 看回整體應有兒的營養方面 其實我們都應該給到媽媽 一個不是商業手法的一些資訊